我们刚刚讲到 林卓雪老师说 有孤城孽子感 为什么 韩国瑜今天在国庆演说 讲话的时候 他是这样讲 就算无法举国旗 也要有骨气 原因是因为目前确实 我们就实际一点来看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我们在很多场合 确实现在是没有办法举国旗的 但是他呼吁大家 有骨气有勇气 让世界知道 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同时他也特别提到了 谁有办法来办这个典礼 是立法院长 他是筹委会的主委 原因是因为他代表了 所有全国人民的民意 而在这一点上面 他特别提到一件事 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我们不能停下脚步 未来我们期待 能透过国会改革法案的推动 为2300万的国民同胞 打造一个官员在任期期间 都必须为自己的所言所行 担当所有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 公开透明的政府 唯有一个不造假 不隐瞒不推诿的体制 才有机会在全民的解释之下 实现一个民有民智 民想的民主政治 好简单来讲 他讲了几件事 一个就是国会改革法案 现在基本上行政跟立法 两边这件事情还在杠 对不对 另一个部分他强调的就是 希望能够不造假 不隐瞒不推诿的体制 才可以接受检视 要公开透明 那他现在这些期许 是代表说没做到吗 网络上的讨论就开始在讲了 这算不算是戳破赖清德 同时还直接在说 说赖清德 笔上完全正经版 不开玩笑的韩国瑜致辞 他会认为 其实赖清德确实 他那个斗鸡的性格 比较感受得到 网络上面的一些评比 到底这一局谁胜谁负 来自己选自己填好吗 原因是因为 在网络上面各种讲法都有 当然如果说你比较挺绿 挺台派的 他就会直接问 韩国瑜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甚至还说 韩国瑜说60岁以下的人 没经历过战火 是中华民国国企保护我们 他就说 那我想问一下 你这件万年国代 白色恐怖 出版不自由的警总等等 他说这一些 难道中华民国国旗 有保护我们吗 讲到这里 大家就会想问 到底现在台湾的状态是什么 韩国瑜其实呢 他昨天在参加一个 广播节目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这么一件事情 他说呢 其实啦 国庆大典上头 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 抛开意识情绪 意识的形态 然后可以一起开心的 跟你的同胞来唱歌 特别是唱国歌 但是国庆大典上头 总统闭嘴不唱国歌 他的讲法是说 他预测啦 也许就赖清德的意识形态 他的排他性 他当天有可能不唱 但不管怎么讲啦 没关系 我一定会唱 原因是因为 对于他来说的 就是他心中的信仰 以及他心中一直努力的方向 好啦 在现场有不同的党派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中华民国 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这八个人 他就想问 到底为什么 他们第三大势力 但是没有受得应有的尊重 民众党八位立委 他们穿了一个正义T恤 然后呢 黄国昌现场爆料了 说其实 就他理解 内政部本来并没有安排 所谓第三大党 党主席柯文哲的位子 是因为韩国瑜表示了不同意见 所以呢 才会有他的位子 他想问谁比较有高度 招然落尖 对此呢 庆仇会这边的讲法是说 一直以来 邀请贵宾出席 还有说呢 各党主席的邀请 都是由这个立法院的主席这边 来邀请的 跟往年并无不同 但到底为什么 黄国昌会有这样子一些资讯 这样的资讯背后又代表 什么样的意味呢 其实呢 国庆日大家就应该要举国欢腾嘛 大家开开心心 帮中华民国庆声 但是呢 韩国瑜现在的这个喊话 也确实有现实面 他说呢 大家就是要有骨气 让大家知道中华民国人在 想请教一下亮哥怎么样来看 这个 其实刚好不同政党都有演讲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之间的对照 还有赖清德演讲的虚实 就那里面有很多都是口号式的概念 那你到底做到哪里 比如说你一天到晚都在讲民主台湾 民主台湾的内涵是什么 你不觉得相对于陈水扁 那台湾的民主是越来越差吗 比如说你那个宣传费 那个网红会爆料 蔡英文执政八年 给民事跟三立95亿 以前会有人这样干吗 对不对 然后国会改革连调查权你都不给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从这里才会看出他实质的内涵 那因为你住在台湾 你就会知道赖清德 他只要讲到台 他只要讲到民主 一定接的是台湾 不可能去讲民主中华民国 你去注意他的用语 一定是讲民主台湾 民主台湾 那台湾在赖清德执政下 真的民主吗 这个大家去看 你去看看你的国会跟你的关系 你从来没有拜访过立法院长 从来没有拜访过党主席 有哪一个民主国家这样干 所以我是觉得 他这个就是不堪戏看 你知道吧 都是有口号式的 那比如说这个 民进党的彻翼去讲韩国瑜 说国民党过去就是独裁专制 你还好意思去说中华民国国籍 保护了台湾 坦白讲你历史念多一点 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是1979年 之前台湾是叫做Free China 我坦白说台湾议题如果跟中国无关 你认为美国会介入那么深吗 怎么可能呢 美国就是为了要制衡中国 所以才会去保护中华民国 那现在是进一步保护民主台湾 完全就是因为为了制衡中国 你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事实上就是因为中国这样的一个连结 然后在大国政治里面有角色 让过去的Free China跟现在的台湾 有特别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那完全是针对中国 你还真的以为你自己这么重要 我觉得如果民进党的选民都是这样 那你就太低估美国是怎么看你的 为什么美国每次看台湾 都一定要连结到中国来思考 不然这次他叫赖清德 你那个好好想一想再讲 他这个难道不是在思考 中国会有演习吗 也思考到他跟中国的关系会交恶 都跟中国大陆有关 我觉得民进党如果看台湾的问题 始终不能够看到这一点 那你永远不可能自理好台湾 因为你眼中都以为 就我们台湾就自己搞出这个局面 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Free China会有美约吗 你自己想清楚吧 就历史的演进还是有他一定的进程 所以你看东西的时候 就像刚刚亮哥所提到的 过往的这一些事情 当然每一个人他所经历的不一样 会影响他一些个人主观意识 但是丙哥回过头来 你怎么样来看 对于韩国瑜今天的这些讲话 韩国瑜当然他之前不就是 一个老头被关在小黑屋八年 他就现在脸色渐渐红润 对 就是因为其实他就是在讲 过去这八年 基本上每一次国庆 实际上他是尽量减轻 中华民国的色彩 尽量凸显台湾 这是民进党一贯的做法 尽量能够不要有国庆就不要有国庆 能够不要有蓝白红就不要有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不是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 林楚英还在那边嘲笑说 满满的华国美学吗 我就不知道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你们才满意 完全都不要有这些颜色 一点中华民国的元素都没有 你们才高兴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 庆祝一个生日 我也觉得很奇怪 所以韩国瑜你看他踩的定位 非常稳定 就是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那也许在国际上不见得 很多人支持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要自立自强 那我们也要坚定自己的立场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那所以我觉得 你把他很多事情过度解读 就过头了 比如说很多人 我知道很多独派都在想 如果当年不是蒋介石逃来台湾的话 台湾早就独立 我觉得这个人 这些人到底知不知道 当年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觉得很奇怪 如果蒋介石当初在大陆就已经被打败 然后直接投降 那老公就直接接收台湾 对了 忽然呢 你怀疑吗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你要说 当然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也不是都干好事 坏事也干了不少 可是你要说中华民国这面棋子 真的没有保护住台湾 现在的一个状况吗 我想这是魅于历史 现实人才会这样谈 那当然韩国瑜对赖清德的 首相一直很忧心 他忧心的倒不是赖清德这个人 因为赖清德高兴讲什么 他是个独派 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韩国瑜忧心的是 赖清德万一又来个暴冲 又干嘛的时候 会把台湾带入一个危险境地 这才是韩国瑜最担心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不少人会担心说 因为他那天国庆晚会的时候 讲得看起来好像一副 他快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样子 很多人担心他 他国庆文告为了讨好独派 会不会被直接用满满的新两国论 甚至直接去跟中国大陆做挑战 结果还好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可是问题是我也跟大家讲 赖清德是不可能会改变的 我不认为他会变 他只是当某一些情况的时候 他就是讨好某一部分的人 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认为未来两岸之间大概还是命运多舛 大家看着办 至于说黄国昌讲说原先没有安排他的位置 没有安排扣言者的位置 我是觉得因为位置确实是庆酬会来决定 庆酬会不是单独由内政部 因为实际上庆酬会每次成立是在立法院 所以我觉得这个资讯可能本身是有点问题 是 好 请教教博汉哥怎么看 刚刚前段谈那个爱琴的再段谈韩国瑜 因为早上其实我有去国庆大会现场 我觉得两位都表现非常好 我也很希望看到朝野的政治论 大家能够和解或是说能够团结 早上两位都表现非常好 我的角度是什么呢 刚刚特别宾哥有讲到华国美学 上面有个荣耀时刻 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个图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荣耀时刻的那个毛巾 就被很多人讲说 民事长立委批评确实有 可是你知道今天第一个 把那个毛巾拿起来的是谁吗 是肖美琴 他很高兴的拿了那个毛巾 然后赖总统跟他的夫人也都拿 所以跟韩国瑜主席 他们四位就一起拿 他们有讲说这个东西看起来 满满的国民党感他就不拿 没有 另外陈昭斯刚写一个文章 他说过去这么多年 当然他是在他扁钱总统立场 都没有来 对不对 我们另外一个新闻台 现在这段方的画面 OK好 他说都没有来 为什么 因为就没有人邀请他 所以这次是谁邀请他来的 是国庆筹委会的主委 韩国瑜邀请他来的 第二个 他说他很感动 他说不要以为是民进党就是好人 不是民进党就是坏人 韩院长上来支持 第一句就问台下的陈谦总统好了 因为他是挺扁的嘛 他就觉得很好 那你就知道他面面俱到 那至于位置还是留着 在那个 因为中央区北一区南一区 南一区是外宾 北一区是台湾的一些政要 县市总网跟立委 但中央区就是五院的院长 跟这些比较这个高层的官员 那党主席也在中央区 所以那个柯文哲主席的位置 是留在那里的 是有留的 那谁决定要不要邀 比如说像之前陈里面前总统没有被邀 是谁决定 大会的主席就立法院院长 所以从以前 就是国民党时期的 王金平时代也是没有邀 因为他当时 他怎么邀 因为人在里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之前在上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在我们大派要讲过了 就赖清德总统错过唱国歌的机会 因为国庆网会他能唱 今天他唱不了 他出场时间十点半的 按照这个流程 我讲完大家就理解了 就是说因为唱国歌时间 是十点到十点三分 但是总统入场 我讲的这个不是赖清德总统 我讲的是以前 蔡前总统 马前总统 陈前总统都一样 就是十点半的时候 才会由立法院院长 国庆囚会的主委 去邀请总统来一起参与 所以他就会错过了 所以你今天再怎么讲 那么多中华民国 我看到网络上还是很多人生气 连国歌都不唱了 这算什么 所以只能等到什么 等到元旦的时候了 那韩国瑜院长的讲话的内容 跟赖清德总统讲话的内容 他们两个的今天的交集就是 讲很多中华民国 那韩国瑜院长讲中华民国 大家不意外 他本来以前参与总统的时候 到现在他就是非常热爱中华民国 所以今年的国庆的这个筹会 出来的那个元素跟意象 才会这么的中华民国 第二个 他所讲的那个国家跟保 确实也是现在目前我觉得 蓝绿可以得到共识的 因为他的第二点 国家跟保的家 就是台湾是我们的家 所以现在看起来 蓝绿的主要政治任务都有 国民党多讲一点台湾 民进党多讲点中华民国 这样子台湾才有办法真的团结 民众党的话就是他们期待 党主席能够赶快出来 所以今天民众党的八个立委 都穿的那个抗议的 Justice的那个T恤 他们还是觉得说 我们这边有委屈 柯文哲主席的那个官司 就等后续再看 就是都放在一起 然后收拾收拾收拾 这样会不会比较均衡一点点 但是意识形态说实话 真的是有办法 这样子来处理的吗 如果说大家彼此之间 能够坐下来好好谈 那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连坐下来的 能够吃一顿饭不行 现在都还不是很清楚 等等就来谈这件事 感谢观看